港幅3月份的二档游戏已经入库了 首先第一个NBA2K24科比布莱恩特版 原价548 喜欢篮球的同学这下有福了 第二款七龙珠Z卡卡罗特 之前二档裤有一个卡卡罗特 但是那是PS4版 这个可是PS5版 龙珠Z卡卡罗特有很多版本 第一个是PS4版标准版 第二个是PS5版也是标准版 后面还有两个豪华版 和传奇版 龙珠Z的粉或者鸟山鸣的粉 推荐玩一下这款游戏 推荐玩PS5版本 因为它的画面画质细节以及帧率 比PS4版都要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款逆转裁判123成步堂精选机 这个曾经是GBA Gameboy Advance上的游戏 在当年我是在NDSL上通关的 这三款游戏很不错 文字解谜破案类的游戏 是打官司的那种 游戏虽然老点 但是很经典 推荐各位玩一下 第四款游戏 生化危机3 如果你喜欢生化危机2 或者生化危机4 那这个3也是推荐玩的 据说流程很短 我作为一名守三档就不现丑了 生化2、生化3都入库了 生化4还远吗 这次二三档会员入库的游戏一共有13个 漫威暗夜之子 画面是这样的 乔乔冒险记 这以前也有漫画书 漫画书里面的画风也是笔触很多 线条很多 和北斗神拳差不多 乐高超级反派 中英韩版 这是PS4版 画面是这样的 勇者战机少女世界阿宇宙阿刮目相看八 终极RPG宣言中韩文版 画面是这样的 小萝莉风 这个叫什么 画面是这样的 这叫神秘之柱重制版 2024年3月19号 这是一个新游戏 663兆 是解谜游戏 画面是这样的 还有这款也是3月19号的 这是三档会员的游戏 老游戏的重制 滑雪对的 还有这个 都是三档会员里的游戏 我刚才说成步堂 那也是三档会员的 还有这个 感觉像PS1时代的画面 给了一个高清重制 我刚才看了一下二档会员出户游戏 索尼已经悄悄的撤掉了出户游戏 要不就是没更新 要不就是本月没有出户的游戏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这次二档会员游戏怎么样呢 就是本次的一档会员出户游戏 就是本次的一档会员出户游戏